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早前 在區議會選舉當中競逐連任失敗的自由黨李子敬 勝傳說會代表新民黨出戰新界東的直選 在四年前的2016年 李子敬曾經火拍他前師傅田北俊出戰過新界東的直選 當時以2萬票殺羽而歸 李子敬排在名單的第一位 他前師傅田北俊排在第二位幫他抬招 到底他前師傅對於李子敬勝傳會出選的消息有甚麼看法呢 田少說 沒聽聞說李子敬有意出選就覺得很奇怪 新聞黨的大把人 李子敬又不是在新界東打等的 連又一村的區選都輸了 為甚麼會找他呢 他就說明了 是肯定不會再為李子敬抬招 而且質疑 李子敬能不能夠爭取到2016年的時候那兩萬多票呢 而且田少還預告以他所知 自由黨就不會派人出戰今年的立法會地區直選 所以他就會改為支持其他開明的建制派候選人 那麼這個開明建制派候選人就已經呼之欲出了 就是中科的董事總經理潘卓鴻 前段有消息就傳出了 說田少是打本給他在土耳其設廠投資的 因此他跟田少一定是保持著一種相當之友好的關係 而且盛傳他就是會出戰九西 故此九西的戰局就真的相當混亂了 說回李子敬 這個李子敬 到底他能不能夠吸回兩萬多票呢 當然是不行 因為在四年之前 投得李子敬這張名單 九成九九的人都是投給你田北俊這個賭 就不是投給李子敬 而且田北俊的票員其實就是那些淺藍 知識藍 經濟藍 理性藍 這一堆人來的 反之現在李子敬在網上做這個K100的發起人 天天就拍片 那些收視是逼近老蕭的 很厲害 作為一個新進的YouTuber 他現在所吸納的粉絕大部分都是深藍來的 你只要看看他們的留言就會知道 在這樣的情形下 其實跟四年前的票員 是很大的差別 但是當他代表新民黨出戰新界東的時候 這一群在網上聲勢好大的人 到時會不會投給李子敬呢 或是這群人本身已經投給傳統建制派政黨呢 這就成問題了 不是說在網上聲勢好大就一定能夠轉化成為選票 而我認為 李子敬其實就是田北俊的政治生涯當中 最重大的污點 為甚麼這樣說呢 大家其實從田北俊的語氣都聽得出 現在他每次提起李子敬 多少都帶有一點的不洩 正也證明了 這隻李子敬的表現 真是強差人意 而且田小其實有多多少少不是看起他 現在也算 當初為甚麼會捧這隻 在四年前的立法會選舉 這隻給人的印象 是不勤力 懶惰 不熟書 以及沒有變才 根本就是爛鬼二世組一個 爛泥就扶不上臂 你田小當時也算是有眼無珠 其實我想他現在也有點後悔 不過從來沒有記者問過他 到底你現在有沒有後悔過 在16年的時候曾經推崇這隻 接下來就想說一下 關於非建制派的消息 昨晚政圈盛傳 黃之鋒將會和另外幾名人士 組成直選聯盟 這個友好合作關係 到底有哪幾個人呢 首先就是黃之鋒本人 他就有意參選九龍東 而他的Plan B就是 只有26歲的新科議員 梁凱晴 而張崑陽就有意參選九龍西 立場姐姐就有意參選新界東 這個朱凱迪 就會競續連任新界西 而羅冠聰就有意回去 港島區那裏 是參加直選的 到底最終那個名單 是不是好像常述所說的 當然又要看初選或協調的結果 實情今屆立法會選舉 很多政治素人和新科議員 都很願意參選 但是增多足少 直選只有35席 而且建制派每區 至少立兩三席 這樣減一減 其實只有21席 可以有操作空間 只有21席 那麼多條名單去參選 最終的結果是怎樣 就是攬炒 所以非建制派一定要 打醒十二分精神 要盡快搞出一個初選機制 而且 大家就要復應於這個初選的結果 就不能在初選輸了以後 又自己報名 我就不會懷疑這些政治素人 或者是新科議員 可以在立法會選舉當中 至少得到一兩千票 但是得到一兩千票又有什麼作用呢 很多新科議員其實就是有大頭證 他們就很想更上一層樓 就不甘於 只是做這個區議員 一輩子就做死拘魯 但是 有不少的區議會選區當中 其實那個勝負距離 就是少過5% 即是差距只有百多票 甚至乎幾十票 其實這些人就很應該 專注在自己的地區工作之上 向選民展示得出自己的能力 現在的椅子還沒坐亂 又說要選這個立法會 這些人是好高無怨 而且 不要以為區議會選舉當中 那些票是你自己的 今屆每一個候選人 至少有一兩成的選票 都不是屬於你的 甚至乎有些人根本都沒有參加地區工作 正職是佛善捉塵的 為什麼今屆是能夠當選呢 很大程度上就是受到過去那大半年的警暴 以及特區政府的高壓統治 所促成 尤其是什麼 就是在區議會選舉之前的一個星期 這個警務處處長鄧炳強 就是攻打中文大學和理工大學 這兩件事件 是令到很多本來沒有意欲去投票的人 都是出來投票 所以這些票其實不是支持候選人本身的 只不過他就是討厭建制派 討厭特區政府和討厭香港警察 所以那些人就不要以為 自己有四五千票 那些票全部都是屬於你自己的 於是和另外幾名的素人組成一條名單 很容易排頭位入到立法會 這種思維是錯的 立法會選舉不是簡單的加減數 如果是的話 2016年的地區直選 新界東范國威 有八支裝腳捧他 因為新界東就有九席 最多可以九個候選人去參加 一張名單 范國威就排頭位 另外八名的區議員 就做這個裝腳 排他第二至第九位 但最終出來的選舉結果是怎樣呢 范國威只是排新界東的第十一名 當年還要輸給方國山 他只有三萬五千多票 這個就是告訴大家 就算有堅實的地區工作 穩打穩擇 都可以輸的 何況是構築於泥沙之上 所以非建制派一定就是要搞一個初選出來 而輸了初選的人就要復應於這個機制 這樣才能搞定的 如果不是呢 一個選區 十幾二十人的報名 投了誰 你要這樣做的話 其實就是攬炒的 另外 選舉又要有資源 又要有知名度 又要有宣傳的平台 首先這些政治素人也好 或者新科議員也好 哪一個是有全港性的知名度呢 甚少 大部分出了自己的選區 就沒有人認識了 第二就是講資金了 宣傳一定是要拿錢的 是不是呢 泛國威當年也要按樓的 按了自己層居屋才有錢去參選的 到底這些人有沒有考慮過相關的因素呢 還有就是宣傳平台 現在再玩Facebook 其實就已經是out了 如果要接觸年輕人的話 要怎樣做呢 一定就是要開Instagram 但是 開Instagram最慘的是什麼呢 就是要看你有沒有顏值 就是你是不是英俊 如果你本身都其貌不揚 老實說 沒有什麼人會follow你 這樣就是很大問題 還有就是你有沒有開YouTube的頻道呢 YouTube就可以接觸到跨年齡層的市民 如果你Instagram有沒有 YouTube有沒有 那宣傳就沒有 你現在才起步就慢了 三月就說九月就選了 只有半年都搞不及了 那手不成事你就是周庭嘛 周庭就可以開了YouTube頻道兩個禮拜 就有十幾萬人訂閱 他是威水的 很大部分就是基於那些責男 都是很推崇他 這個是他個人的本領來的 其他那些候選人就沒得模仿 所以我真的勸他們三思而行才好 不要個個大頭正以為自己 選贏了這個區議會就可以更上一層樓 這些議員夢不要發得太早 接下來就想說一下 這個深水埗的區議員 李文浩 他就曾經在這個 辦事處的門口貼了一張公告出來 這張是怎麼寫的呢 就說本辦事處不為任何藍絲提供服務 藍絲與狗就不得內盡了 有人就去到這個 平等機會委員會那裡 是投訴的 到底平機會又怎麼說呢 他就認為相關的言論就不涉及現行四條反歧視條例所涵蓋的範圍 這件事就解釋得很清楚了 很多人不知為何 很流行就什麼都拿去平機會那裡投訴的 就說被人歧視 歧視其實它是有一個法例的規範 是說明哪一些的 即是歧視才是違法的 比如說這些因為政治傾向 而去作出一個這樣的宣示 就不會構成任何違法行為的嘛 即是為什麼會有些人這麼愚蠢 是不是都去平機會投訴的呢 比如說有些餐廳 他只是招待 懂得講粵語的人而已 這些不會構成歧視的 因為沒有一件事叫做語言歧視的嘛 至於這個李文浩議員辦事處 他為什麼會貼上這樣的公告出來呢 事源就是在一月的時候 他向街坊派發一些擴手液 有些藍絲拿完物資之後 仍然因為政治立場 就指罵那些職員 於是他就貼出這一張 就說你有骨氣就不要拿 要是你拿完就轉軚 所以就事出有因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